能 可以 好 谢谢 好 我们今天讲 我们分享一下我的情报 我们今天讲的是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 上次提问的律师用到我们学的是 马可福音四章的最后一部分 当时是 主耶稣基督和门徒一起从加利利海 在加利利海上来到这个去往外邦人的这个地方 在海上有这个狂风暴雨 主耶稣基督平静了过这个狂风暴雨 然后今天呢我们就继续 这个主耶稣基督和门徒的旅程 这一次呢来到外邦人的这个地方 来到外邦人这个地方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今天 就这个事件讲的是什么 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 马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 我来读单数诀 请弟兄姐妹们如果方便的话 我们一起带来经文姐妹们来读双寿主耶 马可福音五章一到二十节 他们来到海那边 那人常住在坟云里 没有人能困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人屡次用铁链和铁链很锁套 铁链竟被他针断了 脚链也被弹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 他就夜常在坟云里和山中喊叫 又用石头砍自己 大声呼叫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指着神恳求你 不要叫我受苦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回答说 我名叫群 因为我们多的缘故 就再三地求耶稣 不要叫他离开那地方 在那里山坡上 有一大群猪吃食 我就央求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王猪群里 负责猪去 耶稣准了他们 误鬼就出来 进入猪里去 于是那群猪 闯下山崖 投在海里淹死了 猪的数目约有二千 放猪的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洞人就来 要看是什么事 他们来到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父子的人 就是从前被寻鬼 众人就要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 耶稣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父子的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不许 却对他说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属那里 将主为你所做的事 何等大的事 是怎样怜悯你 都告诉他们 那人就怎么在 地加坡里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吸气 好 感谢主的话语 今天我们来讲这个 主耶稣基督赶鬼的事 这一次赶鬼的事情 我们往常在 特别是马可福音 我们原来说到过 马可福音的特点就是 非常快 非常的简易 但是呢 其他的福音书 包括马可福音 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 都用了详细的解释 详细的解释 主耶稣和门徒 到了外邦人的境地 然后遇见被鬼父子的人 鬼见到耶稣就来求饶 然后主耶稣基督赶鬼 那里当地的人 不接受主 这个事情 所以今天 这个事件 我们分成几个点来说 就是这里有 不同的权柄 有撒旦 折磨人的权柄 所以撒旦折磨人的能力 是我们也看见了 把这个人整个 是非常疯 但是又更有主的权柄 来制服撒旦 然后众人呢 拒绝了主的福音 到最后的时候 拒绝了主的福音 是非常可惜的事情 是非常的 在主的眼里看来 就是非常的 不逃出血 而且是不敬为主的事情 我们先看这个撒旦 是如何折磨人的 在 刚开始的时候 在描述 这个被鬼附 这个被鬼附 的人的时候 说 这个被巫尾 复制的人 从文英里出来 迎接他 说明这个被鬼附 的人 是和 是和这种死人 住在一起 是住在坟墓里 所以 这个人呢 当他这个 呃 被鬼附 的人 刚刚来到我们 在这个 呃 故事里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从坟墓里出来 和死人 住在一块的 嗯 而且 特别是在这个 马太福音 八战二十 二十八节 记载的时候 不是一个人 而是 不是一个人被鬼附 而是两个人 多个人被鬼附的 所以他们多个冲过来 就是 他们这些人的身体 不受自己的控制 而是这些污鬼 在他们身上 把这些人控制的 就冲过来 冲向主耶稣基督 啊 来到主耶稣基督 这里啊 向主祈求 嗯 然后 经文又讲到 呃 这个被鬼附的 然后 在这里 马可福音 他说的就是这一个人 所以我们就 呃 呃 主动讲这一个 他 马可福音在 讲这个人 这个被鬼附的 这个这个事情 呃 接着马可福音 马可又记载到 啊 这个被鬼附的人 没有人能捆住他 就是用铁链也不能 因为这个人 员次用脚 呃 因为人 员次用脚料和铁链 捆锁他 铁链竟被他 整呃 折断了 脚料也被他弄碎了 总没有人能制服他 呃 我们记得原来 我们这个 在讲到主耶稣基督 呃 去做比喻的时候 刚开始就是 他比喻这个世界 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人 主耶稣基督 呃 比较想制服这个 从这个强大的人 这个强大的怪兽 家里拿东西 现在把这个强大怪兽制服 然后才能从这个强大怪兽家里拿东西 当时的比喻就是啊 主耶稣基督 在啊 虽然撒旦非常的强大 但主耶稣基督还是把撒旦制服在撒旦的权柄下 把我们救出来 这里同样的用了这个 呃 非常强壮啊 的这个这个强壮是贬义的强壮 还去形容啊 无误鬼的力量 所以这个被鬼附的人呢 他因着被鬼附了 他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所以就是其他人想办法把他摁住 摁不住 想办法把捆住捆不住 他可以把铁链脚链都可以弄碎 呃 就是当地的人拿这个人没办法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是 就是呃 非常非常慎的一件事情 呃 那个人不人 基本上就不是人 而是鬼的一个人 啊 在这个坟墓里住 然后 大家拿他没办法 呃 甚至在马可马太福音 发展二十节 二十八节记载的时候 说这个被鬼附的人呢 他极其的凶猛 甚至没有人能从 能从那条路上经过 就是在那个坟墓旁边啊 就当然有路 然后没有人敢从他经过 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 他太啊 太太邪恶 太 是啊 这种太污秽 太邪恶了 呃 这个裸体呢 在就是不穿衣服 在旧约中是一个极其 呃 恶极的罪 特别是在立位法律中 这个裸体就是暗示 就是指的是就是性犯罪 而且在起书录啊 三章十八节的时候 呃 我这个有 起书录三章 起书录三章十八节 看一下啊 呃 的时候 呃 说 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所以 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 就是赤身 就是羞耻 所以就是呃 我们在圣经里有很多地方 不仅是启录这边 还有其他地方 他讲到 就是啊 赤身 裸体 就是和羞耻和这个罪恶 连接到一起 我们要穿上衣服 把这种罪恶的盖住 呃 所以这个人呢 而且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 就是他无法自拔 被鬼折磨的 无法自拔 他用石头要砍自己 要毁自己 这个人呢 呃 总而言之 这个人呢 就是因着被鬼附了 所以他已经癫狂 他已经疯狂了 他又没有一个人的样子了 他已经就是 呃 基本上成了一个鬼的样子 整天在坟墓里和死人一起住 呃 然后到这里呢 就是 我们就是不得不说一下 就是 呃 现在这个世界上也是跟这个都差不多 因为啊 呃 约翰福音 呃 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讲道 而且其他地方在 呃 啊 新约中其他地方也有很多地方的讲道 就是我们知道我们 我们作为基督徒 是属神的 是分别为上的 但是 这个世界 都握在那恶者撒旦的手下 啊 所以是 撒旦掌管世界 但是 撒旦掌管这个 对 撒旦掌管这个世界 但是这个宇宙这个整个的这个最大的这个空间 啊 是 天赋世界 啊 但是 啊 对 啊 所以我们虽然在这个撒旦掌管的世界中生活 但是因着我们信主我们是属神的 我们不怕 啊 世上的罪恶 因为我们已经拯救 然后啊 就是现在社会上的一些事情 啊 这个 虽然 这个是与每个国家 不同的有不同的法律 然后有两性的规范 等等 但这些事情 啊 这些规范也好 法律也好 它只能治人的表面 当人就是 在刚才我们讲了这个被维护的人 和现在那些 被毒品啊 等等赌博 啊 上瘾的这些人 其实性质是差不多的 都是被撒旦控制住了 啊 在一定程度上 人会做一些很不好的事情 现在的人 会做这个社会做很不好的事情 但是这些社会的法律 两性的规范 等等 啊 都根本是 不能从根本去治这些人的罪恶 所以唯有主耶稣基督 才可以从根本上 把这个罪恶除掉 啊 所以撒旦很聪明啊 他用各种的方法 啊 有很多时候是用假教这个方法来去让人上圈道 然后让人走向永远的灭亡 就是地狱 然后刚才是撒旦的权柄 我们看到啊 第五章前几节 就是描写撒旦把这个 把人可以撒旦可以把人整得像鬼一样 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来 然后接下来就再讲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啊 第一个体现的就是 当乌鬼远远看见主耶稣的时候 就赶忙过来求饶 当时就是远远看见就根本就是 估计就看不清楚 主耶稣 以人的像样式 在那里 远远来看见 远远看见只能看见一个轮廓 但是就散了这个乌鬼 看见主的轮廓就知道是主 他们就赶忙过来求饶 赶忙意识到他知道远处的人是谁 就赶忙过来求饶 因为他们知道这位远处的人 是最终要把他们扔到地狱祝火的掌权者 所以他们赶紧过来求饶 这就这个景象呢 我们大家在聚会中就看到啊 先知见了神的仆人 赶紧过来下跪等等 而且还有在一些影视剧里 或者什么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如果有一个君王 光临一个小镇 这个镇长呢 就仔细地看外赶紧来拜见 所以乌鬼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见到真正的 君王过来了 他赶紧来下拜 因为他怕主耶稣 马上就把他们扔到地狱祝火里边 在这里呢 当他远远地看着主耶稣就跑过来 乌鬼就大圣呼叫做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感 至高神儿子的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OK 他这里又一次地 做了为主耶稣基督做了见证 因为他们认识主耶稣基督当时 其实我原来好像也是我查的 就是在马可福音第一次出现 主耶稣基督赶鬼的时候 当时的乌鬼在会堂里 就马上蹦出来说 我为你们什么相感 你是至高神儿子的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所以乌鬼认识神 乌鬼 他知道自己是被神所抛弃的 他也知道自己的最后的命运是什么 所以他看见神 他就非常的害怕 他就可以指认出来 主耶稣基督就是神 但是呢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也讲过 主耶稣基督是不会让乌鬼 给他做见证的 所以就是乌鬼 说主是主 也不算见证 但是这确实是个事实 然后神的权柄 神的权柄 我们不仅在 我们在上一次 铁门弟兄 在我们讲的时候也看到了 神是超自然的神 他胜过啥 神是超自然的神 因为上一次 主耶稣基督和门徒 在加利利海遇到这个狂风 狂风暴雨 主耶稣基督平息了狂风暴雨 超自然的神 主耶稣基督也胜过撒旦 这个创世纪三将十五节 是这个夏娃的后裔 要毁这个撒旦的头 所以那一节 所以主耶稣基督是胜过撒旦的 这里列举了一些经文 是讲主耶稣基督 讲神的权柄的这些经文 这个约翰福音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就说了 这个神的儿子 主耶稣基督来是干什么的 那么先请弟兄姐妹们 来读一下 这节经文在屏幕上 荣荣 你方便读一下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现在可以 好 现在可以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约翰一书三章八节 犯罪的是属魔鬼 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 神的儿子显现出来 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 感谢主的话 感谢荣荣 然后约翰福音十二 我们再唱 请读一下约翰福音十二章 三十一节和约翰福音十六章 十一节 请阮哥弟兄 麻烦 好 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节 现在这世界受审判 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 约翰福音十六章十一节 为审判 是因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 感谢主的话 感谢阮哥 这里就是很明显 刚才我们说到 是谁在掌管世界 撒旦在掌管世界 所以这个世界的王 就是撒旦 要被赶出去 被谁赶出去 被神赶出去 然后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 我们请 伟杰赛吗 伟杰赛来读一下 伟杰赛 伟杰赛 罗马书十六章二十节 赐平安的神 快要将撒旦 践踏在你们脚下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 常和你们同在 感谢主 感谢主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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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东庭 请读一下 罗马书十五章四节 王又要向那左边的说 你们这被咒诅的人 离开我 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 所预备的融火里去 感谢主的话 感谢东庭 这里就说到 神最后会把这些魔鬼 这撒旦 会把他放到地狱之火里面 这是神的权柄 神的权柄 神派主耶稣基督来的世上 就是要出掉撒旦 把我们救出去 把我们救回神 让我们得救 再次归回主里 然后 这个 还是刚才那一节 是第六节 物鬼大声呼喊 我与你有什么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 我们先说这个表面 这个物鬼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这个很明显 你说有相干没有 他物鬼 世界上每个人 每个物都是神所造的 每个人 每个物都跟神有 都是相干的 那物鬼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那这 这就是 明白着 就是 就像一个不认识主的人 他是被 被布蒙住的眼睛 他不知道真理在哪里 但是 在这个 同样 在马太福音 八章二十九节的时候 记载 这个 物鬼 见到神 见到耶稣的时候 所说的 所喊的这些呼求的时候 这些物鬼 呼求 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时候还没有到 你就上这里来 叫我们受苦吗 这里更加详细的说 这个更加详细的证明了 为什么物鬼 向主耶稣基督说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是因为 物鬼 他知道 他物鬼 他对圣经 他对以赛亚处非常了解 他说时候还没有到 什么叫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 主耶稣 污鬼很清楚 主耶稣基督这是第一次来 第一次来 就是要 作为羔羊 为我们的罪 献祭 最后被钉十字架复活 第一次来 主耶稣基督不审判他们 所以这些污鬼说 时候还没有到 就是说 主耶稣基督 你这第一次来 也不是第二次来 所以还没有到时候 你来找我们干嘛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后边 然后后边 主耶稣基督就问他们 你们叫什么名字 然后物鬼说 他们叫群 因为他们多的缘故 群呢 我有个小的记者 群 就是指当时 罗马的军团获营 就表示一个军队的编制 这个群 就是罗马军队的编制 但是在罗马军队中 一个群 大概有不到 五六千士兵 就是很多 物鬼的数量非常多 在这里呢 体现了物鬼数量 是非常多 但是也不得不 降熟于 主耶稣基督一个人 这里 然后接下来 主耶稣基督一句话 一个命令 这一帮一群 的物鬼 都得顺服 而且在原来 在纪念中 有很多时候 大卫啊 等其他人 其他这些 先知被人拣选的人 在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都是很多 以少圣族的经历 就只要与 有神的在 有神的同在 他们做的是神所取悦的事情 按神的吩咐去做 那敌人再想 也不是一个问题 啊 然后再来 啊 就刚才我也看到 物鬼在整人的时候 整这个被委屈的人的时候 他整得非常离开 让这个人无法自拔 但是主耶稣基督一句话 就在下边 啊 一句话 让他们离开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被委屈的人的时候 他们必须听 然后马上的 马上的出去 嗯 或许 哎 有 这个当我们看到这一节 就是接下来就说 呃 就是这些物鬼 在他求耶稣基督 不要叫他们离开这地方 因为你看 这是这个地方呢 非常舒服一点 第一 他是外邦人的地方 外邦人的地方 他 呃 很有可能在那里 反正那外邦人当时 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不认识神 啊 他不认识主耶稣基督 所以有 估计有很多了 拜假神的 拜偶像的 等等乱七八糟的 在这个外邦人的地方 啊 啊 这个 格拉森啊 在这里很多这样的事情 拜假神 啊 等等啊 乱七八糟的事情都有 所以物鬼在这个地方呢 就很舒服 所以他求 求 呃 求主耶稣基督说 不要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也不想离开人 就是物鬼 鬼 在地上整人整得非常爽 所以他们也不想离开这个人 然后呢 后面又说 山坡上 有一群猪在吃东西 然后这些物鬼呢 就求主 耶稣说 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 复着猪去 然后 耶稣基督就准许了他们 物鬼就出来进了猪里去 于是那猪就跳在悬崖 等等 那这里 那你就 有很 应该有很多 弟兄姐妹会疑惑 我说 那为什么 这个当时 物鬼 求主 去害人 去害猪 那为什么 主耶稣基督 就 就允许 那当然 他当时就被害了猪了嘛 对吧 然后 为什么主耶稣基督 不当时就直接把物鬼 这几千个物鬼给除掉 那世界不就更好了吗 对吧 他为什么不除掉 那这就是另一个点 稍等 因为 顺序上 就最 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 这些物鬼 这些物鬼的洒弹 他留在的世上 主 对他 就是他对主 还有用处 就说 对主来说 这些物鬼的洒弹 留在世上 留着还有用的 为止是要成就 主更加荣耀的 这个身份 你们记得 当时这个 约伯 约伯 当时就是 神允许洒弹 去整约伯 只要别弄他 别 收了他的性命 怎么整 就是允许洒弹 去整约伯 那当时约伯 也是非常难受 但是他还是 坚持的 信仰 所以到最后 他所得的 在地上 在天上 都是丰富的 他所取的 都是丰富的 供应 同样 有保罗 保罗 我们知道 十足保罗 他身上有这个 刺 在哥林多后书 十二章七节 十二章九节 也是体现了 就是主用洒弹 意图 那句经文 我翻译一下 这句经文 是我们经常提到的 这个经文 哥林多后书 十二 七 哦 十二九 主对保罗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你 人的软度上 行得完全 所以 这个 污鬼 这些洒败 对主来说 它是 它就是工具 他们留着还有用 所以说 当时主还是 我没有把这些 污鬼除掉 因为以后 要体现主 更荣耀的 这个师分 更大的 这个能力 所以这个 污鬼 在 他们 这些污鬼 非常厉害 他们 一下子 进到猪的里面 这猪 就疯掉了 就马上自杀 所以污鬼的能力 很厉害 但是 当然在主的面前 它也不算个什么 所以到这里 我们就可以看到 就是 这个 主耶稣基督 在证明 主可以把鬼 从人身上赶出去 主也可以去 去杀掉这些鬼 但是 所以就是说 今天主题 就是主可以救 医治 被鬼附的人 所以 主来医治 这个刚才被鬼附的人 也是很容易的 主来除掉这些污鬼 也同样的 非常容易 这是时候 未到 好 那就 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 就是 主耶稣基督 医治 帮这个人赶鬼 被鬼附的人赶鬼 然后鬼出来 投到猪里 猪集体自杀 这个事情发生了 当地的人 就很多人 这个事情都传出来了 传出来了 那其他人就来围观 看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 这位耶稣 耶稣是谁 所以他们就来围观 看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呢 一般人 我们都可以 就是理解 这个当地的人 看到这个奇迹以后 他们一般有两种反应 我有两种反应 第一种反应 就是说 你看 我这 辛辛苦苦养了 两千多头猪 就一下子 就主耶稣基督 一句话 一下子就没了 就集体自杀了 这是 一个 属世的人 他 一般的反应 最基本的反应 还有可能一种反应 就是 当地人 看到主耶稣基督 这么大的权柄 这么大的能力 他们会好奇 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是耶稣 你到底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你的权柄从哪里来 等等 会去来 寻探索主的话语 探索主是谁 探索主的能力 然后 谦卑的 当认识到主以后 谦卑的归到主的名下 就顺乎主的意思 来去得救 就是两种不同的 这个反应 但是显然 这当地的居民 就是第一种反应 或者他肯定不是 第二种反应 说 哎呀 这猪美了 或者说 这个 你看 主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耶稣 还不是基督 耶稣 你来这 你来我们这地盘 救了一个人 很厉害 但是我们的猪美了 对吧 这个 跟我们这个经济 在哪里损失 反正对我们的 没有什么好处 印象就说 所以他们对 耶稣的印象 也不会太好 所以到后边 他说 看一下 经济文运上 十五节 就众人来到 耶稣那里 看见那被鬼附的人 就是从前 被群鬼所附的 这个人呢 他现在呢 他坐着 他穿上衣服 原来是裸体 现在穿上衣服 他心里 现在就明白过来 这个被鬼附的人 心里明白过来 就是正常了 原来不正常 现在正常了 然后就说 他们就害怕 这个他们指的 就是当地的人 当地的人就害怕 好 为什么害怕 因为主 这超自然神圣的能力 让当地的人害怕 我们记得 在上一次 我们讲的时候 是讲了这个 主耶稣基督 平息风浪 当时呢 就是门徒 主耶稣基督 他们一起在家里里喊 遇到了风浪 这个门徒们 就非常害怕 风浪来 我们怎么办 但是当主 赐责这个风浪 把风浪平息的时候 这些门徒 他更害怕 比刚才看到风浪的时候 还要害怕 因为他们看到了 主的大量 看到了这些超自 这个主超自然神圣的能力 所以他们害怕 在这里一样 这些当地的人 看到主超自然的能力 看到主神圣的能力 他们心里也害怕 但是他们 当地的人 他们的这个反应 就是他拒绝主耶稣基督 就是说 他拒绝主耶稣基督 他说 耶稣啊 你赶紧走 我们不想在这里 再留你了 非常非常悲惨的 一个一件事情 从基督徒的眼光来看 这是非常悲惨的一件事情 因为 主耶稣基督来这世上 是来救罪人的 但是罪人呢 看见主害怕 赶紧 让主耶稣基督走得远远 那这就非常的 这个 这个词 这种人叫 讽刺 因为刚才我们刚讲了 是谁 不喜欢主耶稣基督 是谁很害怕耶稣 那不就是乌鬼吗 所以这里众人 拒绝主耶稣基督 非常害怕耶稣基督 非常排斥的 那意思就是说 这些乌鬼 他已经在众人心里 已经生根发芽了 所以这些罪人 他身上多少少都有鬼 所以说 他们拒绝了主耶稣基督 拒绝了这个 得救的机会 然后呢 那好吧 那既然拒绝了 那主耶稣基督 就上 在十八节 主耶稣基督 准备上传 他在上传的时候 那从前被鬼附置的人 恳求和主耶稣基督同在 那就原来 得意志的人 愿意说 主耶稣基督 我想跟随 向主的门徒一样 跟随你 但是主耶稣基督说 你不要跟随我 你回家去 到你的亲戚那里 去 把这个刚才 主耶稣基督 为你做的见证 和等他的事情 是怎样 联名你 都告诉他们 说白了 就是 让主耶稣基督 让这个被鬼 得意志的人 去为主作愿 做见证 传福音 也就是 让这个人 去宣教 所以这是 可以说 是第一个 主耶稣基督 参派的一个宣教士 在外邦人里 去宣教 然后那人就 后面这个 我们经上记载 二十节 经上记载说 那个 德意志的人 就走了 在 底加坡里 在底加坡里 传扬 耶稣为他 做了何等大的事 众人就都七起 OK 他二十节 是这么说 如果我们把圣经 再往后翻几章 翻到大概 第七章 翻一下啊 第七章 然后 大概是 底加坡里 第七章 第三十一节 说 耶稣又离了 推罗的境界 经过西顿 就从 底加坡里境内 来到加利利海 其实当时 这个 推罗 西顿 这些都是 外邦人的地盘 所以说 当 主耶稣基督 来到这个 外邦人的地盘 特别就提了一下 底加坡里 这个地方的时候 那就是 到这些地方的时候 当地的人在干嘛 当地的人是 一听说 有这么一个 这个 叫耶稣的人 来了 他们就赶紧 去找耶稣 去来治他们身上的病 来去帮助 让主耶稣 帮助他们赶鬼 那这当地的人 是怎么样知道 主耶稣基督呢 那很有可能 就是通过 今天我们讲的 这个被鬼父 得医治的人 所传讲 主耶稣的大能 所以他们 这些外邦人 才知道 有主耶稣基督 这么一个人 所以这个 被鬼父 得医治的人呢 他做了 他该做的事情 为主而传讲福音 同样的 真正的跟随 主耶稣基督 并不一定是 这个 主耶稣基督前面走 你后面走 这样跟 而是真正的跟随 是 为主做见证 传扬主的道 建立教会 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 在逼迫下 还是勇敢的 传扬主耶稣基督的道 建立教会 这才是真正的跟随主 所以就像我们 在主里 重新合一 信靠主的人 我们现在 也是在跟随主 也是在分别为胜 其实今天 我准备的内容 就到这里 大家对今天内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讨论一下 有什么问题吗 我刚才问一个问题 为什么以色列人 被养猪 以色列人 被养猪 这不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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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等啊 第一节说 他们来到 海那边 格拉森人的地方 格拉森 格拉森 格拉森这个地方 它是一个外版人的地方 以色列人 当然被养猪了 所以 这是外版人的地方 所以他们养猪 还有其他问题吗 我想问一下 就这里讲的这个 和刚才你说的那个 马太福音里面 讲的是一件事吗 对 但是那是两个人 对吧 对 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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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人数不同呢 我的理解是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 这个 使徒在记载的时候 他 多多少少有些区别 他的这个 有时候 我们看到其他的地方 记载事情的时候 也是这样 他们就是主要 中心思想是一样的 但是在这个描述的时候 会稍微有些不同 特别是这个 马可福音 原来我们也提到过 马可福音 他就比较简练 他是 就是像 你看报纸一样 就是非常简练 非常快的一本书 所以在马可 在解释事情的时候 马可一般不会解释 那些不是太太重要的事情 马可会解释的时候 会植入重脸 所以说 在马可的解释里 他就只结识了 这个最重要的一个 被 鬼父的这个人 这样 谢谢 不客气 我提问一个问题 这个地方就说 你去 所做的何等大事 怎样联名 你去 回家去宣扬 亲属那里 但是第一节 那个地方 就是第一章的 四十四节的地方 就是说让他保密 这是 是不是因为他 这个外邦人 他可以让他传 就是在 第一章里面的 让他保密的地方 就是 让他谨慎 让这些 得意志的人 就 不让他传 这是什么原因呢 OK 谢谢你的问题 这个问题很好 我 理解 但是我自己 我怕 我说不清楚 那个阮哥 或容忍 你们能说一下吗 他是这样的 因为 主耶稣呢 他 房事都有定时 他在地上的时候呢 他行事 做事 他要服从 神的时间表 所以他 从出生 到他最后 上十字架 他有一个 神圣的时间表 就是说 他要在 一个特定的 这个 逾越节 然后在 耶路撒冷 这个地方 被钉死 死在十字架上 他必须要在 这个时间 这个地点 以这种方式 死掉 然后呢 这样呢 来成全 旧约 对这位 救主的预言 所以呢 在这个 在这个事情 真正的发生 以前啊 他不能够 大义 在路边 跟人吵架 然后被人 一刀捅死 不能够 有这样的事情 发生了 所以呢 当时呢 他因为 他行神机之后呢 以色列人呢 中间是非常轰动的 那么这种 轰动的情况下呢 对他妒忌的 对他仇恨的人 也非常多 所以他在 以色列人当中呢 是尽可能的低调的 就是尽量少的 避免去和他们 直接的产生中度 直接的和他们 产生矛盾 然后呢 在外邦人呢 那么他那里呢 他就没有这样的顾忌 谢谢 这一场 理解的 很透了 还有没有 其他定位姐妹的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一页 看有一第二个 就是说 看到主的大能 众人心里害怕 为什么看到神的大能 大家心里是害怕 这个反应呢 这个是罪人见到 我先说几下 这个 我先说几下 我先说几下 这个 我先说几下 这个是罪人见到 好 我先说几下 圣洁大能的神自然的一个反应 其实圣洁里面记了很多了 你像那个旧约的时候 先知以赛亚在圣殿里面神同在的时候 他就非常害怕 他说我有过了 我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居住在嘴唇不洁的名当中 还有跟这个今天的事情类似的 刚才那个杰尼也提到 就是在上一章 马可平上一章 那个铁明带我们查了 当主行神机平息风浪之后 那个门徒也很害怕 还有一个就是 耶稣在彼得的船上 让他们往一个地方下往 他们虽然前天晚上什么也没打着 但是按照耶稣的指示下往之后 就落了很多鱼 这个时候彼得怎么样 也是匍匐在主的脚前 其实也是很害怕 他说主啊 我是个罪人 你离开我 这不跟那个哥拉森人 有类似的吗 这个是真正 这个是罪人 见到真神的 会有一个自然的反应 所以我们 有的时候缺乏对神的敬畏 说明其实我们对神的认识还不深 还有有很多人 总是说我怎么怎么 见到神了 怎么怎么到天堂上一游 真正被提到三层天上的保罗 回来之后 对天上到底 他看见什么听见什么 一句话都不敢讲 他不讲 他有很多隐秘的事情 他知道 如果不是神允许的话 他是不能够讲的 这是真正的 应该有了一个自然的反应 那我们今天不太能理解 说明我们还没有 曾经经历圣洁的事 这里这种害怕 我给他细分一下 这种害怕 也可以分成两种 就是一种是圣洁的害怕 那个是属神的人的 带有信心的害怕 所以他的这种害怕 他生出对神的敬畏 然后是敬拜 完全的福福 另外一种的害怕 是没有信心的 罪人的害怕 他害怕之后 他就想要逃走 就像亚当一样 他看见神来了 赶紧躲起来 所以这个格拉森人 他们后来的反应 你就看出来 他们的这种害怕 是那种罪人的害怕 是那种不得救的害怕 他和圣徒 面对神的荣耀的害怕 还是有一点区别 有一个字的区别 还有其他问题吗 有没有弟兄姐妹 对圣经的其他的 就是不是今天讲的经文 其他地方有问题的 也可以问一下 还有问题吗 你好 我想问一个 就是像这样的污鬼也好 还有邪灵也好 他们都是从撒旦那 就是说都是出于那 出于撒旦的 包括古时候 耶和华神所厌恶的 就是异教邪灵 他们拜别的神 那些邪灵 都是就是说 撒旦这一支上的 是吧 两个人来讲吧 这个一般我们都说 这个撒旦造反的时候 有三分之一的天使是跟他去的 那么这个圣经根据在哪里呢 圣经根据在启示录里面 主耶书说 不是主耶书 是不是主耶书 反正就是讲到那个古龙 从天上坠落的时候 他带了三分之一的星辰掉下来 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说是有三分之一的天使呢 是跟着这个撒旦去 所以他们呢就 撒旦的权柄的被 从这个天堂上面给打下来 打下来之后呢 他就是成为这个空中的掌权者 所以这个撒旦以及他的这个手下 这就是这些堕落的天使啊 他们是就是基本上就是乌鬼和邪灵 然后呢他们中间呢 可能是有不同的等次的这个 这个区分的 圣经没有多说呢 我们也不用太多去了解 但是呢 他们是有相当的这个能力的 他们能够掌控 这个世界上的这个潮流 能够给人灌输邪恶的这个心思意念 能够帮助一个人创造这个犯罪的条件 之类的这些事情 他们是有相当大的能力的 那么这里面哈 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魔鬼是不是他想要 想要附在谁身上 就可以附在谁身上 大家觉得呢 不是吧 不是的 对了 所以魔鬼呢 他不是想要附在谁身上 就能附在谁身上 那么他最终 他会附在哪一些人的身上呢 他能够成功呢 能够得逞呢 如果刚刚那个金文 就是那个雅客说 就是讲身阻挡骄傲的人 称给谦卑的人 顾此你们勿要顺服神众 要务必要抵挡魔鬼撒旦 那是不是比较骄傲的 赐意的那一类人 对的 所以他这个 这个 主耶稣的这个 前面那个比喻里面 讲到的那个 物鬼啊 从一个人里面出来之后 最后撞了一圈 又回去对不对 发现了那个屋子打扫干净 那个物鬼呢 就带七个 比他更厉害的 这个鬼来 占了那个房子 所以我们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一个 他这个 为什么这个物鬼 这个房子可以随意来去呢 因为呢 他这个房子啊 他没有一个把门的 所以不属基督的人呢 全部都是在 撒旦的这个权品下面 这个是第一点 但是呢 神仍然在不信主的人当中 神仍然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护理在那里 就是说不是说 鬼想随便付哪一个人 就可以付哪一个人 所以这里面的问题 出在哪里呢 就是说 一个人 他如果说 有某一方面的罪 或者说 他自己给魔鬼 留地步的话 你比如说 人在极度的 愤怒的情况下 容易被鬼附 人在极度的 悲伤的情况下 也容易被鬼附 所以就是说这些 他是有一定的条件 触发的时候 这个魔鬼呢 可以完全的 拜偶像 对 还有拜偶像 可以控制这样一个人 所以大家再思考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动物 是不是魔鬼 是不是想付什么动物 就可以付什么动物 应该可以吧 动物 应该可以 不是吧 动物没有灵 这个 大家记不记得 这个 这个创世纪里面 这个蛇 引诱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神对这个蛇进行审判 对不对 所以他对这个蛇 审判的时候 他是对魔鬼审判 这个 这个 女人的后裔呢 要杀你的头 那么又讲到呢 他要 终身吃毒 要爬地行走 那么这里呢 又就是对蛇 这个动物的 这个审判 那么为什么要对蛇审判呢 因为蛇呢 他给魔鬼留地步 让魔鬼 用他来 来 就成为 魔鬼的器皿嘛 所以就说 如果他没有能力 抵挡的话 这个事情呢 就审判不到他 头上去 但是呢 他就是因为 他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呢 这个呢 就是要追讨 他的责任 所以为什么 这个鬼 他要去问主耶稣 能不能进猪里面去呢 他为什么不说 不进羊里面去 或者什么呢 所以他这里面 他其实是有一个特点的 就是为什么旧约里面 讲到呢 这个猪是不洁净的 活物呢 他就 他这个不洁净 主要就是讲猪 他是没有辨别的 猪没有辨别的 猪没有辨别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 洁净的 什么不洁净的 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脏的 他没有辨别 猪是很喜欢吃垃圾的 所以呢 这个 他这里面呢 他是有一定的 这个 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 在里面 因为猪是 这种不洁净的活物呢 所以他应该是属于 比较容易 被鬼 或者说 鬼比较有合法性 去赴他的 这样的一种活物 所以他这里面呢 他其实是有一个 很强烈的一个指示 就是这一 因为猪他是没有辨别的嘛 但是呢 我们后来看到 这个格拉森的这些人 他们跟猪也是一样的 他们是没有辨别的 他们面对一个 非常强烈的反差 一边是呢 洁净的这个神 圣洁的神 另外一边呢 是污秽的鬼 或者说是这个 不洁净的猪 但是呢 他们在这个洁净 和不洁净之间呢 他们就选择了 那个不洁净 因为他们害怕 主耶稣留下来 把他们的这个猪群 给毁了 所以呢 这些格拉森的人呢 其实是像那个猪 是一样的 他们是没有辨别能力的 但你看这个 没有辨别能力的猪 最后的后果是什么呢 最后的后果就是 被鬼附 然后被鬼带到灭亡 所以 属魔鬼的人也是一样的 他是没有辨别的 他不知道 分辨了什么是神的恩典 什么是更好的 他喜悦不洁净的东西 最后的结局呢 也是属魔鬼的 然后被魔鬼带到灭亡的地步去 所以我觉得是 这里是有非常强烈的 这样的一个指示在这里的 那那个阮弟兄 那你说那个魔鬼 他要去猪的时候 他还要要求问主耶稣 那就是那些被鬼附的人 是不是也得有神允许 他才能附啊 从原则上来说 没有神的许可 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 所以一切发生的事情呢 他都是有这个父神的这个许可 在这里 他才会发生 那么这里面 他其实 你发现没有 为什么神不直接把魔鬼除掉 为什么耶稣基督不在 现在就把魔鬼除掉 他是有一个 怎么说呢 是有一个规则在这里的 就好像是游戏原则一样的 知道吧 就说时间没有到的时候呢 神不会直接去除掉魔鬼 那么这个魔鬼呢 他就有一定的自由度 可以来害这个世界上的人 和这个世界上的物 那么人也不是完全 完全就被这个鬼控制的 人如果倚靠神的话 他是完全是可以抵挡这个魔鬼 所以你看他三方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定的规则 一定的游戏规则下面 他是有这样的一个 一个均衡关系的 好 所以你又发现没有啊 就是说 抵挡魔鬼啊 是人的责任 所以这个老约翰 在约翰一书里面说 他说凡从神生的呢 就不犯罪 那个恶者呢 也不能害他 或者换句话说啊 就是说 当我们人犯罪的时候呢 就和那个猪一样的 是魔鬼很容易来害我们的 好 谢谢 谢谢阮民弟兄 我有个问题 刚才我觉得我听了 也很瘦 我就在这个生命纪的 第29章29节 隐秘的事 是属耶和华 我们的那个神呢 就是这一段经文啊 我就想问 什么是隐秘的事 就是什么属隐秘的事 还有什么明显 我不太明白 这个啊 我这样说好了 就是说圣经里面 讲得清楚明白的 那么这些呢 就是显明的事情 那么这些呢 就是我们的责任 那么圣经里面 没有说的一些东西啊 我们就没有必要去探究 因为有很多人 他喜欢去探究那些神秘的 圣经里面没有说的事情 但是呢 摩西说这个隐秘的事呢 是属于耶和华的 所以有些时候呢 比如说你问我一个问题 我并不保证 所有问题我都能回答的 如果我不知道 或者圣经里面没有说的 我就说不知道 我不会说我要 尽量的要回答问题 我就尽可能的去发挥 不能够这样的 所以有一种呢 人家叫做什么 叫做进钱的止步 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呢 在哪里你停住呢 这种呢 是真正的进钱 所以圣经里面没有明说的东西呢 我们一般也不太过多的去说 这个呢 就是属于对神的敬畏 就好像说 那个就是神 装属于神的东西 是分别为圣的 我们就不刻意的 一定要去 去那个方面去寻求 你明白我的意思 那个 我是我自己的理解 我就 刚才也没什么意思说 我想是不是就是 神呢 给我们定的这些律法 这些属于显明的 明显的事 就是让我们遵守 他约定的律 然后呢 隐秘的事 就是他的主权 像恩典和降罪啊等 我就想 我认为是不是 这样呢 你这个讲的不够清楚啊 因为主的恩典啊 或者 就是说 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 什么样 信靠主耶稣的人 可以 你白白的得这个恩典 对不对 这些呢 是讲的清楚的 是讲的很清楚 这些呢 就不能算隐秘 但是如果说 神拣选了谁 那这个呢 就算是神的隐秘事 哦 拣选是隐秘的事 拣选 就属于N点一类吧 之类的 我是说 那个明显的事 就是说 主问我们 就是这个律啊 律法什么的 要我们尊重 去做的 就是这个 其实 我们知道的 其实就是 记在圣经里面的 这个是 最最基本的原则的 对 就是记在圣经里面的 但是哪 比如说你跟人家 去传福音 到底 你传福音的对象 哪个人会信主 哪个人是神拣选的 这个我们不知道 对 这个就是属于一个 隐秘性的一个例子 对 还有 比如说灵界的事情 关于这些鬼的事情 里面到底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这些呢 神也不需要我们去 对 探究这些 我们 跟随处境好 你不要对灵界的事情 太有兴趣 对 去 去搞那件事情 我之前呢 因为去年的时候 为了就是说 比如说 以色列人 那个 在这个什么时候 耶和华神 就说要他们 不管是老的 什么动物 什么生物 全要灭 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 我有点 去年的时候 有点不理解 我觉得为什么这样 所以我当时就 问了一个 一位弟兄 他当时也是在查经 然后他就跟我说 就说了一段经文 所以这段经文 你觉得让我很久以来 就是说不去探究那些 就是说 圣经行以外的事情 今天呢 又在这读着 我就突然又想 这明显的事 是不是就是他定的 律法呀 还有他要我们 去做的这些事情 那显明的是什么呢 那明显的就是说 就是说 我们能知道的N点 还有是他的 这个 就是相当于 惩罚之类的吧 所以我今天也是 刚刚 想起这个事来问问 也没有想 就所以说 想不了 听听 那个弟兄姐妹的 这个 看见和分享 这个我们话 也说两方面 就是说 圣经中有很多难题 这个是事实 但是呢 我们不能所有难题 都直接帮自己出来 因为有很多难题 我们是可以获得答案的 所以我的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能够获得答案的 这些问题上面呢 我们可以努力的去考究 但是呢 在我们探究的能力以外的那些呢 我们要交托 那我们要知道呢 这些神没有多说的 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去 去了解 不需要太多的去 因为你如果对这些 隐秘的事情感兴趣啊 我们就非常容易呢 被 被 装作 白衣天使的魔鬼 给引走 对 是的 我觉得是 这个啊 就我 我说的当时就是不理解 为什么有些书有 就像我们现在用的 赶尽杀绝一样 为什么用这样啊 就觉得好像是 那些老婆什么 全都杀绝 对 龙龙刚才已经说了 说这个问题呢 是可以根据圣经回答的 这个 他们进迦南地的时候啊 确实是灭掉了 很多的迦南人 而且呢 神这样吩咐呢 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你 你迦南人 你就看哪个例子呢 你就看 蜀多玛阿摩拉就知道 蜀多玛阿摩拉 他来了一个 呃 外邦人 两个外邦人 啊 就是其实是两个天使啊 两个天使 像貌 肯定像貌俊美 他们看见这两个天使呢 他们就想要冲出来 要强奸 全城的人都冲出来 所以呢 你就可以想象的 这样一个城啊 他 搞同性恋啊 或者搞什么杀人放火 这些事情呢 根本就不在话下 因为他们是非常的狂傲 非常的没有 对神没有一点点的敬畏 所以这样的城呢 他是充满罪恶的 所以呢 为什么迦南所有城里面呢 他是第一个被灭的呢 因为他是最狂妄的 最败坏的 所以神用天火把他们灭掉 但是剩下的别的这些 迦南人啊 神给他们多了几百年 多了四百年的这个时间 让他们可以悔改 但是呢 这个 当时神对亚伯拉罕说 要把你的子孙放到埃及去 对不对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迦南人的恶贯 还没有满盈 所以等于以色列人回来的时候 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神对他们的忍耐 已经到尽头了 他们已经恶贯满盈了 所以呢 神吩咐约苏亚进去的时候呢 整个城全部杀光了 神是绝对不会有错的 所以这些城呢 就是对这些城的这些私行审判 他显示了一个什么呢 显示了神的公义 就是罪在神面前呢 这个罪呢 是完全无处可遁形的 无论是人事深处 最后整个城没有一点点东西 留下来的 但原因就在于这里 所以其实后来 迦南人他们犯了很多的罪 他们比如说什么呢 这个我也说过很多次了 听过的弟兄姐妹可能也都知道 他们每在这个丰收的时候 他们会庆祝丰收 会载歌载舞 在他们这个偶像的这个 这个叫什么 摩洛的庙里面载歌载舞 然后呢 他这个偶像呢 就是一个长得像米洛佛一样 肚子大大的 然后中间掏空的铜像 他们载歌载舞之后呢 他们就会群交 就是非常混乱的一个场面 然后呢 他们会生下来大量的这种 非婚生子 就是不想要的孩子 那怎么办呢 就把他献祭 献给这个摩洛 这个摩洛呢 烧得通红 把这个小婴孩 放上去 让他烧掉 所以呢 这个神说把他们除灭 但是呢 以色列人呢 舍不得 他们觉得把这些人留下来 做奴隶挺好的 干嘛要把他除灭呢 所以呢 表面上看 以色列人好像比神更有爱心 结果 你看到历代志的最后一章的时候 你发现什么呢 以色列人干跟他们一模一样的事情 把自己的孩子拿去 金火烧了 献给摩洛 所以你可以看看 对罪恶的这个龙人呢 他最后呢 这个罪呢 会像是面教一样 会使他们全团都发起来 所以为什么最后以色列人 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呢 是因为呢 他们在这个地方 学这个迦南人一样 拜偶像 惹动他们神的愤怒 所以最后呢 才会被掳到外邦去 所以这些问题呢 圣经里面呢 是有清楚的答案 这些问题呢 我们是可以从圣经中发现的 不需要去说 这个是隐秘事 所以呢 我们尊重神的隐秘事的同时呢 我们不能够用神的隐秘事 来作为我们自己懒惰的借口 所以呢 我是认为呢 有些东西呢 可以说刀说刀的 不要一下子把隐秘事帮出来 因为那样的话呢 没有尽到我们人自己的责任 对 是的 那我就是听你这样一说 就是说 反正圣经上的 就是一个显明的事 让我们去做了 照着去做的 还有就是 其他的就是 神的 那个包括恩典 什么等这一些 都属于他的隐秘的事 我们不需要去探究 我们也无法去探究 是这个意思吧 你不能够把所有恩典都 都包含到隐秘事里面 因为神借着耶稣基督赐恩给一切 愿意相信他的人 这个是显明的事情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他的主权 对 就是这个恩典的范围太广了 你不能够一概的把恩典全部分到 分到隐秘事那边去 明白这意思吗 好的 好的 谢谢 我还可以问 有问题吗 可以啊 我这个问题是要问柔融 柔融就是 你讲到那个三章 以佛所书三章 第十节 就是为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 但是讲到的这个就是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 这个是指的天使就是天使 然后包括顺服的和堕落的 是吗 对 三章十节 对 这是我前几个星期讲的 对 对 天上执政的掌权的 是指的是天使 而且是包括那个顺服的天使 还有那堕落的天使 好 那我接下来的问题呢 就是 第六章的十二节 第六章 十二节 因为我们并不是以 属血气的征战乃 似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 在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那这里就 执政的掌权的和 刚才这个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 有区别吗 我觉得这里的范围就比较小一点 它因为下面有 有一个限制嘛 就是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这一节应该指的是 这个天使里面堕落的那些嘛 对 这个执政的掌权的 一般是说 解释成天使里面的那些级别 因为天使数量很多 他也是很有组织的 阮哥又讲到 他们是以军队的那个形式 来做组织的 不管是在 那个顺服的那一批里面 还是在堕落的那一批 他们都是有一些这个 因为叫Ranks 就是不同的级别 执政的掌权的 这个是他们中间的 这个组织的各个层级 那么刚才讲了 那个第三章 第三章里面 就是说啊 上帝的那个智慧啊 他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显出百般的智慧 这个不仅仅是要让 那些堕落的天使能够看见 也是要让那个天上顺服的天使 也能够看见 然后把荣耀归给死 所以这个两节 第三章的第六章 那个范围是有一些区别 那就说第十章这里 包括是所谓的天使 顺服的和堕落的天上 那六章十二节 那个仅仅是包括一些堕落 对因为第六章那边的那个限制 下面限制是蛮清楚的 就是掌管一万世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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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问题吗 还有问题吗 我认为这个蛇之徒呢 主要是形容的这个蛇是贴地行走的 对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屈辱的一个姿态 其实就是我们说我们一般说把神学打败了 让他怎么样 让他 其实实际上就是被打败 被降杯的这样一个姿态 嘴肯尼嘛 当然也有解释说 因为这象征他魔鬼而吞吱人 这个人是俗土的 这个解释稍微有一点 有点牵强 好 还有吗 好的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了 那就 两个弟兄 麻烦 来导告 好 我们一同来祷告 赛德父神我们感谢账美你 感谢你赐给我们众弟兄姐妹 真的是分布在全球 我们在这样同一个时间 来同行合一的来寻求 祝你的面和你的能力 我们真的是看到 你的权柄高过朱天 即便是那恶者 他也是惧怕你的 他也是服从在祝你的权柄之下的 我们真的是感叹 格拉森的这些人 有眼无珠 求祝你 真的是保守我们领你的眼目 能够清晰 保守我们能够捡好那上好的福分 拣选那上好的事情 真的是眼目 真的是望向天 为自己积赏财宝在天上 我们众弟兄姐妹 分散在各地 有的是有教会的 有的还是没有教会的 求祝你带领 使我们的弟兄姐妹 都能够找到一个纯正的教会 能够尾声于其间 因为我们都需要在团队 我们都需要和圣徒相通 也保守我们能够在基督的身体里面 能够得到扶持 也能够扶持别人 能够一同的长进 一同的长大 主啊 求主你保守我们 我们等到见到主你的耐力 我们的喜乐便可以满足 主啊求主你 与我们同在 我们的感谢和祷告 都是奉我主 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谢谢 感谢主